中華民國四地大學校院協進會 全體市長 賴兜 東海大學 張曹霖 史嘉宇 三江大學 明昌昌 史萊州 史萊大學 台灣的這個 我常說天然資源不多 天然災害不少 其實我們最主要的資源就是 人力少子化 我們對許多學校 尤其是私校造成很大的一個壓力 這次的臨時會通過這個陸生三法 一方面齊出來已經一年多了 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二方面呢 這次的審查還算平和 那在立法院當中呢 透過這個大家各讓一步 把三線六部 中間部分的內容進入這個法律 實際上這本來都是 本來就不可能的啦 所以說進入法律的話 應該還算大家可以接受 怎麼樣能夠招收東南亞的學生來 我們現在因為這個少子化的結果 很多人都憂心忡忡 覺得很多學校可能面臨要退場 那我們基本上的看法覺得 退場恐怕是最後最後的手段 應該設法把這個教育資源能夠多加利用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劃 那麼過去我們是以公務預算方式 每人編列25億 那是 但是這個 所以在第一期補助學校 在50億以下的規模來進行相關的改善 那我們現在呢 已經做了一些修正 從這個民國100年跟101年的經費 我們都把它定在50億 本來說 借了 那現在因為那個 本來說是只有25億 我也特別跟委員長講 我說 我們一方面要鼓勵研究 但是教學 畢竟是大學非常重要的任務 我們絕對不能放棄這個 所以他說盡量找錢讓大家買圖大隊的需要 這方面我們是 剛剛我常說咬的牙都不能夠鬆口 延懶跟留住大專院校特殊優秀人才 實施彈性薪資方案 簡直這個彈性方案 就是希望能夠在特殊優良的教師 他的代理方面能夠跟香港 新加坡 大陸 能夠並駕齊去 每個我們高級的人才不斷地向這些地方去流失 同時我們到另外一方面就希望不要變 我們現在把公私學校的那個差距拉近了 目的是不要說是公立學校出了一個缺 私立學校擠破頭去搶 這個現象我覺得非常不好 而且對私校的發展非常不安定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它改進過來 我在台灣從小大大 除了幼稚園念私立學校以外 其他都公立學校 可是到了美國全部都是念私立學校 美國大學 哈佛大學都是私立學校 深刻的感覺到其實人才的培育 只不分公司的 私立學校其實還更辛苦 財源還有各方面條件都比較差 不過近年台灣私立學校的條件是越來越好 那這好不完全是政府 自己這個地爭上游 那我覺得政府無論如何 要在這一方面盡量拉近這個差距 不但是大學高中 我們確定都是拉近公私立 慢慢慢慢讓這個差距減少 私校的學費自由化 然後跟公立學校拉近 我覺得這樣的做 台灣的教育會更正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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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重要 謝謝